这几天湖北的襄阳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 导致部分的水库水位上涨 有一辆小货车不看警示标志冲过了河坝 结果被湍急的河水冲入了河中 造成了一家三口的被困 当天下午三点多 王先生驾驶一辆小型货车 载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从英河镇到黎嘉范 在经过滚水坝时 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水流的冲击力 导致车辆被冲入一米多深的河水中 王先生一家通过副驾驶的玻璃窗 爬到车顶上拨打报警电话 等待救援 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 小货车位于英河河床中心位置 距离河岸约十几米 水深约一零五 救援人员先用救生绳 将救生衣和腰带扔给被困人员 并叮嘱他们穿好救生衣 系好安全带和救生绳 然后在车辆与滚水坝之间 架设了一部六米拉梯 逐一将一家单口转移到安全地带